我的好姐夫啊 我马上就要结婚了 婚礼的资金 你得为我筹备齐全 包括婚宴 还有一些琐碎事宜 你也一并帮我处理了吧 哦 对了 明天我想陪着我爱人挑选婚纱 你先给我转账应付一下 先给我转个三五万就行 小舅子 你是开玩笑吗 你应该去找你父母商量婚礼的事啊 彩礼 婚宴 婚纱这些都不是我作为姐夫的责任 你应该和你父母商量 再说了 我也没有那么多钱 实话说吧 我今天来只是通知你 不是来和你商量的 这也是你岳父岳母的意思 即使你不同意也无效 父母养育我姐不容易 我姐既然嫁给了你 现在是姐夫你回报他们的时候了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你结婚我给你拿五万 至于剩下的钱 你再找你父母想办法吧 我和你姐真的拿不出太多钱 我们也要生活 你这不是在开玩笑吗 你这不是打发叫花子吗 这顶多给我们买婚纱的钱 绝对不行 小舅子 不是我不肯帮你 你突然说要结婚 我和你姐真的无法承担这么大的开支 你能理解我们吗 算了 我不和你说了 说了也没用 我还是去和我姐商量吧 老姐 咱爸妈让你帮忙解决我结婚用的钱 我粗略估计了下 大约需要三十万 但是我找姐夫 他一口回绝了我 而且对我态度非常不好 你可要为我做主 弟弟 钱的事包在我身上 等你姐夫下班回来 我会跟他商量这事 今天 我弟弟是不是来找过你 没错 他竟然向我提出无理要求 他结婚的费用打算让我全逃 哪有姐夫承担此等费用的道理 而且我答应资助他五万 他却嫌少 老公 你手头不是有五十万吗 我弟弟仅需三十万即可 不行 你也知道 我公司刚刚起步 这钱有用 此款的一半用于公司周转 另一半则需归还给他人 之前就承诺过 会尽快归还这笔借款 若出而反而 今后彼此如何相处 有事之际 谁又愿伸出援手 你必须同意 我只有一个弟弟 假如我不帮他 还有谁会伸出援手 为何你弟弟的结婚开销 要我这个姐夫支付 这笔钱不是应该 由你的父母承担吗 我父母没有足够的钱 而且他们把我养育成人 已经很不容易了 这个我不管 我说可以就可以 你尽快把钱转账给我弟弟 你想自己给就自己给 总之这笔钱我不会掏 行 算你狠 如果你不同意 不愿意出这笔钱 那我们只好离婚 离婚就离婚 这么多年了 你每天都闲逛购物 或者打牌玩乐 毫无上进心 懒散度日 这样的生活我早已厌倦 你真是太过分了 就因为我说了你两句 你就想跟我离婚 你是不是心里 早就有这个打算了 你真是一个负心汉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为这个家付出了什么 每天下班回家 连炖热饭都吃不上 除了外卖就是外卖 还记得去年 我爸妈来这里看病 住了段时间 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也不满那也不满 我都没说过你一句 你动不动就回娘家 每次去都大包小包的 你算算这么多年 你给他们花了多少钱 我们家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你吵什么 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小气 你娶老婆是干啥的 不就是用来疼爱的吗 难不成你是娶我来当保姆的 我嫁给你是为了受苦受累的吗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走 让你尝尝没有老婆的滋味 只要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就别再回来了 哼 想吓唬我 理了你我还能过得很好 现在外面找不到老婆的人多的是 你信不信我离婚后 马上就能找到一个比你更有钱的 我把话放着 你不拿这个钱 我就跟你离婚 我这个做姐夫的最多只能给五万 今天你走出这个门 明天我们就去民政局办离婚 好 你就跟你的钱过去吧 说完 妻子愤怒地离家出走了 大家来说说 这样的媳妇还能要吗